这里是四川成都 今天的天气好 蓝天 一丝白云都见不到 我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 朋友们看我后面的建筑就知道 这里是环球中心 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是环球中心前面的草坪上 这两天没有处远门 今天给朋友们介绍一个地方 这处地方是前两天才开放的 号称是亚洲最大的下城市建筑 它不是在环球中心里面 而是在环球中心的对面 既然是下城市建筑 当然地面上我们就看不到什么了 就对面那一片 现在我们就到那边去看一看 看到这么一个广阔的坝子 一猜规模就不小 在上面就是地平线上 那里 上面是植物 长得非常好 但是在植物的下面 那里就是商城 下城市的一座建筑 这一处亚洲最大的下城市建筑 还有全国最大的下城市购物广场 而且在这里还有六根 号称叫森基之塔的景观水柱 那处水柱与其他的那种喷泉水柱 有不一样的 我们一般看到的喷泉都是从下面往上 喷水 但是这一处水柱 它是从上面往下流淡 挺特别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 很美哈 挺漂亮的 这个规模好大 巨大的水柱 地面上的景观非常多 有33处非常有特色的景点 绿化覆盖率达到了70% 许多知名的景观 世界品牌 在这里都能看到 现在我们是在地下的一楼 在这下面还有二楼 花园平台 大家能备好看 这个花园平台 大家也能备好看 这家人的家人 这家人是在地下 那边有的 一个影响 这家人 这家人 我我们好看 来 这个月 我带来 和你的家人 再来 德国 我 我 我 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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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